2021年6月11日大脚星人理事会 给觉醒者的六月夏至礼物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正在观望和等待 感受我们能为即将到来的六月夏至事件 向你们所有人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 你们中的许多人觉得你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我们 可能向你们抛出的任何事情 但我们必须在你们的高我所允许的范围内工作 我们也不能用他们还没为之准备好的东西压倒其他人类 因此我们谈判和思考一如既往的 我们寻找机会 只接触你们中那些准备好的人 我们能够获得更精确信息的方法之一是使用更小的门户 这些较小的门户可以像一个发射激光的装置 我们可以精确定位并把能量传递到你们最需要的地方 因此我们目前正在与觉醒集体的高我一起工作 来看看在夏至的时候 以及之前和之后的这段时间 有什么被允许传递给你们所有人 我们期待住传递能量来扩展你们的意识 并打开你们的多维自我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要特别针对你们的松果体 正如你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那样 松果体是第三眼的物理表征 第三眼允许你们看到内在维度 这是我们觉得你们这些觉醒者 在这个时候肯定会受益的东西 因为你们需要知道你们周围有着多少帮助 你们需要知道你们有着多少支持 有着多少存有在向你们发送爱与光 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眼见未识的 因此不管怎样 你们都可以期待第三眼脉轮在即将到来的六月夏至事件中升级 我们有着很多的更多的升级和激活即将到来 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是来自一个恒星系统的一个群体 他们正期待着帮助人类提升你们的意识水平 以便你们能够继续在你们的扬生中向前迈进 并尽可能多地帮助其他想要和你们一起扬生的人 这是一个开悟的黄金时代 对于你们中那些愿意在你们的身体里 以心为忠心 并为了你们的人类同胞来到这里的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在物质层面上 得到过他们所需要的支持水平 这就是你们所有人将继续步入的地方 成为他们所需要的老师 疗愈者和指导者 这就是我们送给你们的所有礼物的最终目的 我们知道你们会适当地使用它们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所有的时间线 因为我们非常爱你们 非常信任你们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1年6月11日天堂来信 生命的高峰和低谷 译者扬声传导 上帝说 当你们读我的话的时候 你们听到的是我的心 我的心跳 我邀请你们与我合奏 来跟我合奏吧 放下你的抵抗 也许可以说服从吧 亲爱的 你们向真理服从 当你们放弃你们的防御时 你们就放弃了你的傲慢 你们以为你们比宇宙的创造者更清楚 这不是自大吗 如果你们不觉得这是傲慢的话 你们会承认这是愚蠢吗 换个说法吧 你们会对住太阳还是月亮挥手呢 有什么用呢 有什么用呢 一个五岁的孩子可能认为他比他的母亲 父亲或祖父知道的多 一个五岁的孩子可能会因为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跺脚 他觉得自己被否定了 他确信那是属于他的 这个小孩看不见其他东西 只能失望 他被这些东西俘虏了 当你们抗议的时候 亲爱的 你们在做什么呢 当你们形象的向我举起你们的拳头时 你们以为你们在做什么呢 这不是你我之间的高人一等 不存在竞争 也许有几次你们想取代我 当然 在这些时候 你们不是在用你们的头脑 也不是在用你们的心 你们可能认为你们很热情 通常 你们只是简单的反对那些不能改变的东西 除非你们对他有看法 如果你们在学校考试不及格 真的 亲爱的 你们不能把责任强加给老师 老师也许确实做出了贡献 但你们不能把你们最终的责任分给老师 分数不是万能的 不管怎样 你们是那个要做点什么的人 除非你们承担责任 否则你们会把自己当成受害者 这不值得你们这么做 是你们把自己当成了受害者 这是一个糟糕的角色 生活正如在世界上所看到的 有许多高峰和低谷 你们可以乘坐过山车或进行慢车旅行 你们永远不会提前知道 生活就像在世界上看到的那样 可能会在你们确定应该在哪一站下车之前让你们下车 也可能会让你们过了预定的那一站 是的 生活似乎有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会让你们高兴 有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 会让你们失望甚至愤怒 当你们中了彩票 你们会欣喜若狂 当你们所爱之人无论以什么形式离开 你们都会悲痛欲绝 无论哪种情况 你们都必须恢复 你们会恢复的 你们迟早都会平衡的 那为什么不早点呢 生活通常不是你们所说的公平竞争的环境 谁说应该按照你提的条件来呢 从生活中发生或不发生的一切来看 你们是被塑造的 你们得到了融化的金属 你们塑造了它 亲爱的 你们渴望自由 让生命如你们所愿的来到你们身边 然而你们有自由去塑造你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接受 然后从那里带走它 过去是无关紧要的 唯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现在 在某种意义上 你们确实要面对过去 因为你们必须放下过去 这样你们才能用新的眼光看到眼前的风景 是你们打开或关闭你们自己的眼睛 是你们把窗帘拉下来或掀开的 除非你们要求 否则情绪不会支配你们 因为生活有高峰和低谷 并不意味着你们的心情也会跟着高峰和低谷走 你们的人生观不能依赖于人生的转折 你们的人生观取决于你们自己 你们不必是哈姆雷特 你们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你们为自己的生活搭建了舞台 你们是你们主演的那出戏的导演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